欢迎收看屈机观察 纵观环宇 洞察先机 我是吴俊宇大宇 目前俄乌局势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 关系到世界政治格局的走势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三个月 在顿巴斯地区的战事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 政治格局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底最后会怎样解决这次的冲突 已经成为重大的议题 世界上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在达沃斯论坛上指出 西方正被捡递一时的情绪 而忘记了俄罗斯在欧洲安全秩序当中的地位 这样是相当危险的 孤立俄罗斯恐怕会将世界进一步推向分裂和对抗 甚至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 但基辛格绝对不是美国的卖国财 他是美国的爱国者 他发出这些言论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服务 提出这些警告自然是从美国的利益而出发 因此基辛格一直强调 处理和俄罗斯在内这些大国的关系 不应该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 或者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是应该根据现实利益来考量 尊重其他国家的历史战略和文化 基辛格也提到处理俄乌冲突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让他们的分界线 回归到冲突发生之前的局面 护克兰应该要是一个中立的国家 充当着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桥梁 从现在的局势发展来看 基辛格提出的这番建议 也挺有现实的考量 但想不到这句话 就深深刺激着护克兰总统扎林斯基 扎林斯基称基为战争的帮凶 今集跟大家说非一般的阿伯 基辛格 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记得订阅屈基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俄乌冲突的爆发引发了全球关注 尤其在战局越演越烈之后 危机也开始出现了外日的效应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为这场战争承受它的后果 有不少的军事专家分析 如果战争持续得不到控制的话 或者将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从目前的形势看来 俄罗斯已经取得战争的优势 波克兰只能在西方的援助下 艰难地与俄军对抗 俄军在攻下马里乌波尔之后 已经取得战争的阶段性胜利 接着俄乌将会在顿巴斯地区 展开关系到两国国运的大决战 同时在这段时间 北约的军队已经大规模地在俄罗斯边境集结 但这些军队并不是真正会参与这场战争当中 美国和北约早已说明 不会派兵干涉这场冲突 说白一点 他们就不想让自己卷入这场战争中 北约一旦正式介入 世界大战就一触即发了 就在5月27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99岁生日那天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掌控的和平网站 就在这一天直接将基辛格列为战争的帮凶 并且禁止基辛格进入乌克兰 和平网站解释就说 将基辛格列为战争的帮凶主要原因是 因为在5月23日 基辛格在达旭斯论坛的视频会议上 针对俄乌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说好的民主 说好的言论自由在哪? 基辛格认为 俄乌问题不能拖得太久 否则对于俄乌双方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同时会影响着全球的安全局势 因此基辛格从现实主义原则出发 他提出解决俄乌问题的方案 就是各方要见好就收 在乌克兰问题上 西方国家应该及时止蝎离场 尽快满足俄罗斯的要求 乌克兰和俄罗斯要挖肝而治 而针对基辛格的言论 扎林斯基随后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个视频 基辛格的突然露面就是想乌克兰割地给俄罗斯 目的就是避免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疏缘 扎林斯基也感觉到基辛格并不是生活在2022年 而是1938年 他并不是跟达育斯的人说话 而是跟当年的茂利克民众说话 其实除了扎林斯基公开驳斥基辛格这番话之外 乌克兰的外交部部长随后也向基辛格发起评击 他说他尊重这位美国政坛人士 也清楚他现在在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官方要职 基辛格所说的只是自己的观点 但不代表乌克兰不可以反对他的说法 其实客观来看基辛格的提议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现在除了美国之外 几乎所有国家都希望战争可以尽快结束 但现实上没有一个好的方法结束这个局面 因为基辛格现在所提的建议 乌克兰是一定不会接受的 在了解这件事的来龙去墨之后 我们就可以就这件事作一些详细解读 第一 乌克兰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 基辛格秉承着现实主义原则 从国家的实力地位出发提出建议 要求乌克兰做出让步 乌克兰自然就不会高兴 基辛格虽然只是美国的前国武卿 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有了巨大的影响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 基辛格的表态显然是伤害了乌克兰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认为 基辛格根本没有将乌克兰当一回事 而是将乌克兰当成一只棋子 因此乌克兰要作出极端的反应 将基辛格列为战争的帮凶 第二无论是扎连斯基还是乌克兰国内的民族主义者 确实对于乌克兰的前途感到十分担忧 因为只有担忧和敏感的人 才会对一位99岁退休老人的表态在意 即使基辛格曾经在卡特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 看美国的外交界也有崇高的影响 但现在依然无法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乌克兰的反应是过敏的 因为这只是达玉斯经济论坛 而不是美国国会 事实上扎连斯基也有这个论坛上发言 并且对西方的政要大放缺词 公开地指责西方的国家 甚至明确指明德国并没有尽心尽力地 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乌克兰可以指责其他国家 但是基辛格这位退休老人 说出自己的说法 反而遭受到攻击 只有脆弱敏感的人 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反应 这也表明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不太确认他们自己国家的命运 他们或认为基辛格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西方真的会出卖乌克兰 第三 从乌克兰对基辛格言论极端反应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和欧洲实际上已经被乌克兰绑架了 俄乌冲突的本质 是美国只在北约东阔对俄罗斯进行打压 美国和北约本来想着利用乌克兰削弱俄罗斯 但俄乌危机持续至今已九十多天 本以为可以操纵扎连斯基的美西方 发现在政治层面上 扎连斯基的表现越来越成熟 开始懂得利用情感和道意 摆脱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自己控制 这亦是扎连斯基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可以不贯颜面、挖爛面 都要直接把美国前国武卿 列为战争的帮凶原因之一 同时从基辛格的观点中 大于联想到美国和美国阵营 有三大致命外交错误 这些错误极有可能令他玩火自焚毁灭自己 第一个就是要切法通过压制、打压、孤立 甚至乎战争的手段都要搞塌俄罗斯 本来苏联解体之后 独立起来的俄罗斯差一点就成为美国的盟友 因为俄罗斯的抵任总统叶利欣 他给了苏联最沉重的一击 导致苏联解体 所以在美国眼中 他是首思苏联的英雄 而俄罗斯从苏联独立出来之后 一开始是被美国看好的 但美国对于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家产的俄罗斯 依然不放心 先是哄了俄罗斯搞一个休克疗法 即是在短时间内 对社会进行多项一步到位的改革 导致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 甚至乎出现休克的状态 与之相反的就是我们中国摸着石头过河 一步一步地慢慢推动改革 休克的疗法差点就将俄罗斯彻底医死了 连核武器都养不起 叶利欣最终将大权移交给普京 令这位年轻的领导人 担起着振兴俄罗斯的重任 一开始普京是比较相信西方 还三次提出要加入北约 但就被疑心很重的美国拒绝了 在当时的美国看来 俄罗斯如果加入北约 一方面北约就没有了对手 北约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 另一方面如果俄罗斯加入了北约 他的军事实力就仅次于美国 那在北约中谁作主呢? 至少俄罗斯会严重削弱了美国 在北约中的领导力 于是乎美国直接拒绝了普京的要求 但北约必须要进一步的扩大 美国才可以成为整个欧洲的主宰者 于是北约就进行了一轮折一轮 五轮的东阔 结果是北约不但拒绝了俄罗斯加入北约的要求 反而还将开始高速发展的俄罗斯 当成他们主要的对手 甚至乎是敌人之一 第二个观察就是要切法通过压制 打压孤立甚至乎战争的手段 像刚才对俄罗斯一样 来搞垮我们中国 美国就要正式将中国视为对手 从以往合作的关系转化为压制和对抗 因为从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开始 那时的中国已经成功超越了日本 成为紧贴着美国第二大经济体 平时在世界有多个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都预认 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北九将来将会超越美国 而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不单表现在贸易战上 更加表现在所谓中国威胁论上 普及到美国民众的阶层 形成了美国史无前例敌视中国的状态 目前中美关系实际上与断交只差一步 第三个观察就是美国的针对性目标 已经扩大到欧盟 北约组织是以欧洲的国家为基础 美国主导这个军事联盟组织 但随后欧盟就成立了 欧元的诞生令到欧洲的经济基础得到稳固 科技亦发达 欧元逐渐开始蠶食着美元的国际贸易份额 令到美国国韭菜的功力 或者美元霸权的功效 开始急速下滑 于是美国表面上就视欧洲为盟友 但暗地里就将欧盟视为对手 要切发打垮欧元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要在欧洲挑起一场大战 试图利用俄罗斯的力量 来打沉欧盟和打沉欧元 但美国犯下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 公然将中国和俄罗斯 这两个世界综合实力数二数三的国家搅塌 美国是完全不自量力的 同时还要对欧盟出任兆 以盟友的名义利用欧盟打压俄罗斯 反过来利用俄罗斯的力量打沉欧元 而这也是美国最大的错误 一旦欧盟摆脱了亲美政客的控制后 美国就会被踢出欧洲 以现时从俄乌战争的局势发展来看 若不能够尽快达成和谈 乌克兰的生存空间似乎会越来越小 无论扎连斯基或国内极端民族主义 如何收弱基辛格 依然无法改变现实 随着俄乌局势的发展 美国在未达到他军事战略目标的情况下 必定会寻求与俄罗斯缓和关系 扎连斯基和乌克兰的命运 可能都会被美国或西方国家出卖 基辛格的讲话 其实都点明了当前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 要根据现实利益考量 尊重其他国家的历史战略和文化 因为在数百年来 俄罗斯一直都是欧洲力量平衡的保卫者 沙俄就曾经击败拿破仑 恢复了欧洲各国的独立地位 而苏联也曾经击败纳粹德国 将欧洲从法西斯主义拯救出来 虽然现在的俄罗斯 已经不再是当年强盛的苏联 但俗语也有说 烂船也有三斤钉 俄罗斯是一个资源型的国家 有足够的各项资源 来支撑一个大规模的战争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 遭受到重大的军事挫折 这样俄罗斯便会以更强项的手段 来对西方进行报复 那个时候 欧洲的和平恐怕就真的保不住了 最后大于想说 人类总是重复犯相同的错误 历史总是不断的重演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很年轻 未必每次都经历过 不过这个九十九岁的基生格 就不是一般的长者那么简单 经历过冷战、中美建交、越战、万加拉国 即是东巴基斯坦战争、东帝民战争 第四次中东战争等等 他的看法会否有助世界避开世界大战呢? 我相信大家自然心中有数 这里是屈肌观察 我是吴俊玉大月 我们下一集再见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肌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我会记得呢? 感谢观看